前段时间我出过一个族,出过一个族,叫评鉴本意,其实谈的呢也是这个话题,中国有13亿8千万, 真正能在这个变局之前离开的应该来说还是不多,这个变局一旦开始,离开就变得这么困难,你好,有回音是吧, 真的没办法,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,因为技术上的问题我,我真的一窍不通,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,因为对我来说,对我来说我只能,只能说凑合,好吧,那个,如果回音,我知道了, 我估计这个,我不知道这个回音怎么来的,现在还有回音吗,还有, 这问题就麻烦了,我说今天想成点事呢,我特意只带了一个手机上了,还有, 好,那就把这个,现在还有吗,是不是现在回音要好一点,或者没有回音啊, 这麻烦了,好了,好了,那么,其实从我说这个,走不掉的这一类人,主要呢,还是考虑到人口激素的问题, 中国呢,周边的国家,他其实不是很欢迎,你来待两天,来旅游,没有问题,但是人家的人口激素相当小,你真要来避难呢,周边绝大多数国家,是承担不了这个责任的, 所以我估计呢,即便中国发生了一些证据的问题,能够走出国门的,不会太多, 留在内地,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问题,就是觉得自己应该怎么办, 希望能有专家提出自己的建议,让他们避国乱世,其实我们知道,这种建议呢,没有什么用,所有的这些建议,它只是针对了特定的人群, 你如果没有大额的财产,没有办法在变乱时期自保的,那么你还是只能随大流, 一动不如一进,因为你动不了,所以你只能选择不动如山,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特殊的变乱时期,我们把它称之为叫三国,三国期间,连曹操的父亲都被杀了, 那么只有一个家族,在百年的变乱中,没有受到过损伤,这就是司马家族, 他们根深蒂固,能够察言观色, 大的家族呢,他总是有一些应对的方案,甚至几方投注,这种情况现在也有发生,只是很少有人关注他, 那么作为老百姓,我们还是要看自己,看你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, 以及自己的财产,甚至看一看,有没有结果车, 整个中国呢, 已经在躁动了, 他不是说你要去参加革命, 现在你看到的所有这些赏门大的,几乎都是戏子, 中国每一个变乱到来的时候, 中国每一个变乱到来的时候,率先调起反旗的,都会死得很快, 作为百姓,你根本就不要响应第一波这种潮流, 因为你不是职业造反的, 你即便参与进去, 你也只是一个赌枪眼的, 中国人呢,一直提倡这种民心, 好像任何一个王朝都是获得了民心,他才能获得了政权, 其实民心这个东西,他没有办法预测, 谁也没有办法去衡量, 那么我们现在看不到未来, 我们也不知道未来哪一股势力, 能够获得政权, 作为一个老百姓,你为什么要去投注呢, 原末返王,有几千甲,称王称帝的几百个, 谁能想到一个和尚, 最后会夺取天下呢,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老百姓, 不要轻举妄动,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在叫嚣革命, 其实我一直灌输一个观点, 经济崩溃, 才是导致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动力, 革命它只是一个结果, 不是说有两个人喊两声要造反, 整个社会就会出现变乱, 它这个东西是有一个过程的, 如果说中共选择闭关锁国, 它又回归票准经济了, 那么这个政权呢, 它还能在维系一段时间, 你不能说它明天就一夜之间它会变色, 有许多人在跟我探讨这个问题, 说中国最多两三年会一夜脆断, 我说这可能性没有, 为什么没有呢, 因为中国不具备这个基础, 所以不要自我麻痹, 所以好像我在熬个两三年, 就会民主了, 就会变天了, 这个东西不现实, 中国的问题, 它还是按照中国的模式来, 这两年经过这个, 所谓的启蒙, 和去年发生的爆料, 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, 在全民之间, 已经形成了一个概念, 中央政府的统治大意, 它已经不在了, 去年的爆料呢, 它最大限度地, 利用了民众口口相传的这种方式, 把中央领导, 与这些小明星, 用黄色故事的方式, 连接在一起, 让大家都觉得很开心, 我们在开心之余呢, 自己觉得撕开了他的画皮, 其实说句良心话, 很多事, 早已有了疯传, 只是没有这么一个机会, 你无论现在这个事件, 演变到了什么情形, 伤害到了多少人, 但是它曾经起到的作用, 没有人可以无视它, 我见过很多人说, 爆料没有一句真话, 有许多人据说, 还是大名鼎鼎的民运分子, 听得都很可笑,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, 不要去关心, 所谓的中国民运, 你只要关心一点, 中国的现实是什么, 我们最重要的是能识别, 目前的这个社会, 它正在发生什么, 我们能做什么, 如果说我们什么也不能做, 那么我们能为保全自己, 保全自己的家庭, 尽一份什么样的力, 最终还是一个关键, 因为有一个自己自我的定位, 中国有很多人, 他是这个政权的获益者, 这个政权一旦坍塌, 它很难获得, 类似于现在的, 这种经济回报, 甚至保住自己的财产, 都将变成一种奢望, 我们看到很多人, 他是靠这个政权吃饭, 无论是依附于他, 还是在批评他, 这个政权一旦完蛋了, 你想挣钱都不容易, 因为你是依附于这个权利, 我们见到的最多的是一些批评的, 他们在国外很著名的大学去求学, 然后抓到一本中国未来的这个论文, 让导师去给他评语, 因为导师他不是中国人啊, 大多数情况下他是白人, 他是汉学家, 他哪知道中国会怎么样, 对不对, 所以你只要导固出一种理论, 他就得老老实实的给你一个优良, 优秀给你过关, 你获得一个硕士, 获得一个博士, 有用吗, 许多人英语发言都很困难, 但是他们能拿到名校的博士文凭, 我们经常看到这些讲座, 甚至在一些国营的媒体,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针对华人的媒体, 有两个特别著名的, 一个是美国之音, 一个是自由养兑, 据我所知, 这两家都是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宣传, 它是由国会拨款, 去年一月份的时候, 我批评过有一些人, 在美国之音张口就来, 抓着演讲的, 或者说嘉宾采访的这种提纲,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, 完了之后, 拿个二三百美元的嘉宾费用, 找个饭店, 吃一顿, 掉个牙签, 回家抓起键盘, 敲两个字, 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, 我其实是在调侃一些人, 但是我没有指名道姓, 那么我就遇上了这个教主, 和这个姓陈的那个, 前中共党员, 叫什么, 叫陈闯创应该是, 两个人呢, 杀到我的推文里面, 跟我来回的争辩, 我就问他一点, 我说我针对的是美国之音, 你们知道美国之音是什么样一个公司吗, 它的前身是什么, 它是属于美国战略情报局组建的, 这么一个宣传部门, 虽然它现在已经划归国务院了, 但是美军参与的任何一场战争, 他们都是新战部队的有效组成部分, 包括海湾战争, 海湾战争的过程中, 美军大量的释放了, 伊拉克语的一些宣传, 包括萨达姆自己说, 他要投降了, 各省的省级长官, 发出了一些英挺士兵, 宣布投降, 要求士兵人放下抵抗, 这些问题, 都是由美国之音, 当地的电台, 来筹备的, 我说你们知道吗? 我到今天还很奇怪, 因为我当年没有开放私信, 我也没有关注过唐博乔和陈闯创, 但是他们两个人竟然能把私信直接发到我的推特私信里面, 到目前为止我没遇到第二个, 前一段时间呢, 我开放了这个私信, 所有跟我不关注的人, 他每一个私信进来, 都会是一个请求, 我同意了以后, 才能打开这份私信, 但是一年半以前不是这样, 那是2017年的一月份, 很早, 我上推时间很短, 我一直很纳闷, 所以我就想告诉大家, 这个世界上, 不是他有名, 他就知道该怎么做, 在电子技术这一块上, 我们都是心病, 我们可能很少, 能够保障自己信息获得的安全, 以及全面性, 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地相信任何一个人, 我一直觉得, 所谓的真相, 其实呢, 依靠我们平常的这种训练, 利用公开的资料, 尽可能翻阅更多的报刊杂志, 接收更广泛的信息, 我们自己, 就能做出一个决定, 来判断目前的情形, 不要过分相信那种, 名气很大的人, 因为他们只有建议权, 决定权, 始终在你自己, 那么你在中国社会中, 你怎么样的定位, 这个很重要, 如果说你只是个老百姓, 没有特殊的关系, 也没有特殊的财产, 手上更没有血债, 没有什么名愿, 那么你有可能成为代价, 怎么办呢, 尽可能的与社会主流宣传的东西, 拖紧, 不要奢望完全隔离开, 慢半拍就行, 人家鼓刀你增值的时候, 你老老实实的, 把固定资产, 取出来, 不要在银行存太多的现金, 什么理财股票之类, 对你来说都是奢望, 因为最终你会成为代价, 你有必要跟人家玩这个东西吗, 家里有个一二十万的, 你把它取出来, 老老实实的变为资产, 这是最保险的, 你说你能买到美金, 你能买到黄金, 都可以, 没问题, 买不到, 也别弃累, 不要把纸币当回事, 你得把它换成物资, 现在所有的物资, 都会在变局以后, 发生, 怎么说呢, 抢购之类的风潮, 到时候你连抢购你都抢不到, 至于你说你要存什么, 那只能看你自己, 没有人能给你提出一个完全的建议, 谢谢, 这太小, 因为远一点, 我女儿提一点的, 她说那个爸爸你那个, 你那个头像太大了, 头戴大了, 大头贴, 我说行, 没问题, 那完了之后, 我就老老实实, 我说那个谁办, 我今天放远一点, 对不对, 反正我也看不清, 直接回答那个观众的提问的可能性不大, 那么一个呢, 大家打个招呼, 第二个呢, 你们的留言, 我下楼以后, 我会好好看一遍, 反正这两天, 把这几个话题聊完了以后, 下面如果有特别的事情的话, 我们就接着聊, 这也无所谓, 是吧, 一天聊个两毛钱了, 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压力, 只要视频音频没有问题就可以, 那么呢, 我们经常在一些渠道, 你比如推特也好, 这个油管也好, 或者说内地的, 你微博, 我还注册了微博, 是吧, 我听说啊, 因为前段时间有一客人在骂我, 不是骂我, 他是骂别人, 其实也算在骂了我呢, 他说你们在走出国门的, 你们没什么本事, 真正有才的, 有能力的, 都在国内, 我说真的吗, 没问题啊, 那我们就见识一下, 学习一下呗, 所以我就注册了一个微博, 准备去混一混, 看一看, 哪知道没人理我, 是吧, 这东西我们也, 我们也不敢说, 上来就这么咋唬, 就我一直觉得很好玩的事是啥呢, 你在微博上, 你在微信群, 你经常能看到一些戏子, 他们很有名, 因为他们混了十几年, 可能十几年的这种名气了, 就是在启蒙圈里, 他们的名声相当相当大, 他还不是像那种, 包童啊, 高瑜啊, 这一类就是, 生名久远了, 因为他不管怎么样, 他原先都是, 跟这个政权, 密切相关的, 你说他现在老小也好, 或者说, 说了一些过头话也好, 这个政权呢, 拿他们不太好办, 拿他们不太好办, 我跟你说, 那个微博上, 不能乱说, 是, 我们不能乱说, 但别人可以乱说呀, 你比如你在推特上, 你经常看到一些人, 他名气很大的一些人, 他经常说一些, 反政府的言论, 甚至呢, 他经常被, 抓到那个谁, 抓到那个看守座去, 拘留, 一弄, 他就拘留十五天, 那么来拜访他的人, 动不动, 判两三年, 没有, 他没有, 他就拘留十五天, 我就想搞清楚一点了, 这叫什么呢, 这叫钓鱼执法嘛, 对不对, 他们经常在组织一些捐款, 包括前天, 我还遭遇了一起, 在微博上发起的一个救助行动, 很多这种救助行动, 它有两个特点, 就是很让人, 不舒服的, 第一, 他只要捐款, 他不要你靠近, 事件的中心, 你说你要去, 救助当事人, 就直接我来给他帮助, 不用, 他不用你, 为什么, 因为他是有套路的, 他募捐个二十万, 完了之后呢, 他们自己组建一个小组, 三五个人, 花个两万块钱, 拆旅费, 直接到被救助人的面前, 送上了一红包, 那红包很厚实, 里面可能有两三千块, 赵章项, 发个微博, 发个微信, 朋友圈, 民主启蒙群, 这事圆满结束, 人生履历上, 他们有了光辉的一夜, 剩下来干啥呢, 分钱, 那还有十几万呢, 得分啊, 对不对, 第二个呢, 就更麻烦了, 有一些事件, 他本来就是, 张冠李带, 他只是从, 图片或者视频里面, 扒出一件来, 根本就没有最终的受益者, 我甚至还遇到过一个求助, 他希望我们能帮他募集一些捐款, 让他逃离中国, 他要多少呢, 他要十万, 这是, 去年的故事, 你现在已经有九个月了, 我是当事人, 我当时很傻, 一时头脑发热, 我觉得这事呢, 应该救助, 因为这个人, 他经常发誓的, 几乎每天发十个, 我觉得他就是离开了中国, 他在油管, 专门做一个, 揭露中国阴暗面的, 这么一个频道, 来警醒, 来提醒大家, 关注弱者, 我觉得完全可以帮助他离开中国, 但是我当天和, 朋友们协商了以后, 大家一致认定, 这种行为不对, 为什么呢, 因为他要的这十万, 是在泰国买一个身份, 就我们知道泰国他, 身份证都分好几种, 他有一些山上的, 规划名, 那么他到了警察局以后, 他可以申请一个泰国身份, 他原先在山上是没有身份, 那么我们现在呢, 卧槽还有卡顿, 那就没办法了, 这东西我解决不了, 看吧, 回放的时候看, 真正要不行的话, 明天再扛一天好吧, 就如果真的不行, 我就转成路波, 其实也无所谓, 路波的时候我要说过头了, 我还能三调同来, 是不是直播的时候压力更大呢, 是吧, 这无所谓, 有的地方显示不卡, 那就最好, 后来没办法, 我选择了, 给他这样一个答复, 我说你只要到我这来, 我能帮的, 我尽量帮, 但是别人呢, 我就帮不上, 我没有办法, 帮你筹集这笔经费, 因为你觉得, 你所需要的这笔经费, 完全需要我们来帮你筹集的话, 也就意味着, 你的奋斗, 是我们委托的, 这就很奇怪了, 你比如说你要变换一个身份, 你去买一个身份, 你需要的这笔钱, 如果完全是靠募集, 那么我们欠你的吗, 帮人不是这样帮的, 有许多人他们有一种幻觉, 他们就觉得我为了中国的民主, 我为了中国的进步, 我付出了代价, 我就应该得到回报, 我如果说被拘留了, 我判个两年三年, 我老婆就得帮我在外面筹款, 如果说不帮我呼吁, 不帮我去募集大笔的捐款, 那我这牢就白做了, 我们见到了出来以后, 因为捐款的问题, 因为这个妻子没有, 在最容易获利的时机, 帮他组织捐款, 而被打得, 鼻心脸肿, 不予而组, 最出名的一个例子, 上个月刚刚被营救到美国, 有一些专门负责启蒙的人, 不仅呢, 在启蒙群里互相撕, 甚至夫妻俩都翻脸了, 现在一个名人, 变成两个名人, 夫妻俩都在混, 很奇怪, 没有人抓他, 从来他只拘留, 从来没被判过去, 担务他挣钱, 说白了一句话, 这些人, 现在还活跃的, 今后也会存在, 你根本就拒绝不了, 社交平台上出现这样的人物, 那么我们相信谁呢, 相信自己的眼光, 我觉得最重要, 中国已经在出现变化了, 四个人都能看得见, 我们没有义务, 帮着宣传,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, 都不会倒塌, 中国的经济, 最起码还能稳定二三十年, 中国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, 研究习近平, 执政到二零三五年, 你疯了, 谁给你钱啊, 你在忙着宣传这些东西, 你根本不必要, 不说你是不是大仙, 是吧, 去年我们看到的一个推上最著名的大仙, 他在宣传什么, 他在宣传习近平, 集权以后, 会带领中国走向民主, 现在你看到民主了吗, 你现在看到的是习近平取消了主席任期的连线, 就终身制了, 袁世凯登记的前一年也干了这事, 取消了大总统的任期, 那么现在这个大仙在干什么, 他在谋划着他的企业上市, 我们呢, 我们被遇了, 所以我就觉得, 不要迷信名人, 找准自己的位置, 这比什么东西都重要, 不要老是幻想的, 我能在举席的队伍中, 能够占领一个位置, 如果说这个国家进行变革了以后, 我能获取什么利益, 真正走不掉的人, 最大的任务是保全自己, 保全自己的家庭, 财产都可以放一放, 这东西它是生不带来, 死不带去的, 只要你有信心, 到哪儿, 你都能站起来, 好了, 今天耽误大家好像有半个小时了, 好, 再见, 请不吝点赞 击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